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两个relative clause 关系从语的意思 我们叫who,which,that 是一个句子里面去达一些特定的意思 我有两个类别的 第一种就是用来表示 说话的人所指的哪个各样 或者哪样的东西 这个是所谓的必需要有的一个relative clause 因为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不知道你讲哪个或者哪样东西 里面也有在标准符号上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是没有comma的 没有标准,没有标准的 留意到从语之间和被修飾的节词之间 是没有标准的 例子有这个 the man who teaches me english is my uncle 留意到这里 who teaches me english 本身就是relative clause who clause 我们也有第二个名字 叫defining clause 因为我们如果没有这个 clause 我们就不知道the man是哪个 现在知道了 教我英文这个 不知道就是我的叔叔 第一个例子 sofist that is in a school that emphasizes multiple intelligences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其实that emphasizes multiple intelligences 都是一个relative clause 也是一个defining relative clause 因为没有标准过没有comma 他告诉我 究竟那间学校是一间物业的学校 第二类呢 第二个 第二个 第二种的 relative clause 我们有个什么 也都叫做 non-defining relative clause non-defining 就是说呢 那个关系从他 对所修飾的人和物业 作一些补充说明而已 给一些额外资料理解 就是严格来说 如果没有了 都不会让我们对自己的意思 有陷糊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讲说话的该人 所知的是什么人 或者是什么物业 那么 标准符合方面 你就会发现 多了个童号 有时一个 有时两个 明白吗 那么需要留意的地方 就是需要用童号去隔开他们 看看例子 my sister Elena korma who lives on Hong Kong Island korma is a professional 我们知道 my sister Elena是谁了 因为是个人名 一般来说 加了个名字 他们就觉得清楚 资料够充分 然后 who lives on Hong Kong Island 我的资料 告诉你 是哪个 另一个例子 we stayed at the station korma which is close to our house 我们住在 那个车柴附近 因为用到 the station 知道是谁了 大家都清楚了 但是后面 which is close to our house 就是在哪个资料 告诉你 位置远远近 所以你看到 有一个 comma 朋友们就会问 在这个 relative gloss里面 that 你可不可以 取代 who and which 呢 其实 你开始 都有说过 是可以的 不过 全部都可以 在第一类的 relative gloss 就是所谓 defining relative gloss 里面 which 不是 who 都可以 给 that 这个 teach 随代 但是第二类 就不可以了 看例子 可以说 the man that teaches me english is my uncle sofie studies in a school that emphasizes multi intelligences 希望大家 简单的讲解 其实是未足够的 可以再翻查一些 的书籍 或者网上资料 看看如何使用 这个relative gloss 记得还有很多 不同的类型 今天介绍的who which 和that 都是常见 也都是可以用得着的 在一生生活里面